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老人家也开始有勇气 把握时间实现自己的梦想 2007年在红道老人基金会执行长林依营 及团长赖青岩的推动下 17位平均年龄81岁的爷爷奶奶 展开了为期13天 长达1178公里的机车环岛之旅 但对年轻人来说都不简单的环岛之旅 对这群老人家来说更是困难从伤 爷爷是黑酒店 这是一趟不被看好的旅程 但最终他们仍然成功地抵达了终点 2012年纪录片上映 让无数名进电影院的观众感动流泪 更让这个不老目想开始发酵 没有想到会入围釜山 在釜山播我觉得 其实我一直很在乎这件事情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人是不是看得懂 这部电影不止入围了釜山影展 更让美国对Coverty纪录片导演 彼得·施塔深受感动 号召美国五名平均年龄72岁的重型机车爱好者来排汽车款导 不老骑士团长赖青言说 追求梦想时你会忘记自己几岁 借着这波不老风潮 同道基金会更陆续推动一系列帮助老人圆梦的计划 例如不老棒球梦 不老战士梦等 希望鼓励更多年长者勇敢如梦 镜头转到新竹的五峰箱 带您去看赛夏族的矮林记 现场非常热闹哦 来自各地的游客与部落族人 共同参与这两年一度的盛会 穿着原住民服装的赛夏族人 手牵着手围在一圈 唱着美妙的季歌 为了两年一度的矮林记 揭开序幕 腰上细带臀铃发出清脆的声响 许多人来到新竹县五峰箱祭场 一起迎接 矮林的到来 并且希望祖林能够保佑 家里可携平安 祭场内有男性原住民 把奸骑挂在肩上跳舞着 表示说 我们一个 一个姓 要有一个奸骑 我们那个奸骑呢 前面一定日月星辰 今天永远光归 后面呢 带有表示说 好像我们的彩虹盾 族人和游客围在一起 部分族群 欢乐的笑声 一同享受祭典的乐趣 大家蛮好奇的 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看一下 还蛮特别的 你们觉得来这里好不好玩 超好玩 只有这次来矮林际 游客可以共襄盛举 而对于赛下族群 可以继续把文化传承下去 您在节目中看到的公民新闻都是来自于一般民众自己拍摄的影片 是不是和普通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很不一样呢 如果你也想学习参与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在1月25号安排了参观活动的课程 欢迎报名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